第906章交流 谢谢缅下鼓励 不过我觉得自己距离皇者还远 想要成皇恐怕 天阳天津皇道 这方面我们会给予你支持 庶祖也同样会给予你支持 咱们日臣帝国也需要一位像你这样的皇者了 唯有你成就皇者 才能更好地调动生命本源之力 为日臣帝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唐三心中移动 突然明白了一些什么 赶忙道 如果真有成皇那一天 缅下之恩永不敢忘 免下所需 我定当全力以赴天阳天金黄站起身 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走向窗边 被对住唐三的方向 道 不久之前 水晶大妖皇陨落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吧 是唐三也站起身来 转向他的的方向 天阳天金黄叹息一声 道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更多的考虑都是在于自己的生命力方面 相对来说 在这方面我们植物系是有优势的 但曾经的水晶大妖皇 也有着很多得天独厚的际遇 这才让他能够活到三千岁以上 对于生命能量 我们每一个皇者都十分渴求 而你们蓝金树族 又拥有着最为纯粹的生命能量 这是你族遭遇各种针对的根本原因 未来就算你能成皇 想要完全守护好族人也很难 对此 你有什么想法吗 唐三点了点头 道 确实是有一些想法的 我认为 赌不如输 与其被觊觎 倒不如主动疏通 这次前来祖庭述职 我也是希望祖庭能够讨论这件事 我想让我的族人 在能够被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分别前往各大主城 为各大主城凝聚生命能量 当然 主要是在咱们日晨帝国这边 天洋天金黄猛然转过身来 目光灼灼的盯视住唐三 你这个想法很大胆 具体说说唐三陈生道 我们蓝金数族的问题 我很清楚 这是当年数族都没有解决的 数族复苏 赋予了我们更强的生命凝聚能力 同时还有生命赋予能力 我们的族人 尤其是王者以上层次的族人 都有很强的凝聚生命能量的能力 一座主城 如果能够有一位这样的王者存在 那么 就能将主城周围的生命能量 向主城集中 从而让主城内的种族受益 我们的族人实力越强 能够凝聚的生命能量 也就越是庞大而强盛 甚至是引导来未免的本源生命能量 提高吸收者的生命层次 对于我族来说 也能集住这样的生命能量来修炼 这次我带来了三十六位长王 他们每一位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一些大的主城 完全可以由多位这样的长王助手 从而达到更好的凝聚生命能量的作用 天阳天金黄若有所思的道 你这个思路很有意思 但是 你也说了 你们种族本身就如同天才地宝一般的存在 在保证安全这方面是个问题 而且 如果你们的王者都出来了 建木城不管了 你们的种族未来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 唐三毫不犹豫的道 中立 绝对中立的位置 只是作为各大主城的一部分 如果您允许的话 甚至也包括天与帝国之中 每一座主城我们都可以前往 但却不会在其他方面对其有任何干扰 每一位前往主城的我族族人 都需要由该主城派遣强者守护安全 而我们则负责凝聚生命能量 帮助其提升对于我族所面临的问题 我想了很多 就像您说的 哪怕我成为了皇者 也不可能守护住每一位族人 我们对于很多种族来说 都是如同资源一般的存在 既然如此 我们就让我们这份资源 更好地帮助到需要的存在 成为更加宝贵的 需要守护的资源 唯有如此 我族才能横骨长存 虽然这样的方式 不如直接掠夺我族族人生命能量来的直接 但却剩在长远 时间越长 我族能够带来的生命能量 也会越发地庞大 而且 我们会将宿祖的烙印传遍大陆 让宿祖的光辉更好地照耀 但同时也是将宿祖的力量分散开来 在全大陆来凝聚未面的生命能量滋润我们妖精大陆 剑木城那边 我们只需要有部分留守 祖庭允许剑木城始终在我族掌控之中即可 作为圣地存在 这一次天阳天金黄没有直接接口 而是似乎陷入了思索之中 又重新转向了窗户的方向 透过那窗户 能够看到外面的祖庭 而且是从空中俯瞰的暗中感觉 视野十分开阔 足足伴赏之后 天阳天金黄才说道 那你呢 到时候的你会选择留在剑木城 还是在祖庭 唐三道 各大主城都有我族族人 为其凝聚生命能量 作为整个大陆的核心 我们祖庭又怎能没有生命气息的凝聚呢 我如城隍 愿做祖庭的生命核心 为祖庭凝聚生命之力 为各位皇者提供最为纯粹的生命能量 从而帮助您解决生命能量的问题 我相信 随着我对生命能量的掌控提升 一定能够让诸位缅下的生命 更加久远悠长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 那你恐怕就再也不能离开祖庭 只能坐针在这里了 天阳天金黄沉声说道 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 道 是这样的 但这却是让我族族人 真正能走在阳光下最好的选择 想必您也能猜得到 宿祖并没有真正的苏醒 事实上 早已融入到未面之中地塌 最多也就是觉醒一些本能 我获得了宿祖的认可 能够一定程度地引导宿祖的力量 但却只能在一定范围内 宿祖的光辉不足以在大陆任何地方保护我们的族人 而我如果能够成为祖庭的生命核心 那么 所有皇者对我族的态度必定都会发生一些转变 我族的安全会更有保证 同时 祖庭作为大陆核心 我如果能够在这里不断地吸收生命能量 不只是能够帮助祖庭 对我自身的提升也将大有好处 或许 多年之后 我就有成为第二个宿祖的可能 我的生命也将极为悠长 天阳天金黄点了点头 到 你的想法比我原计划中更加大胆 本来我也是想要建议你留在祖庭的 但却没想到让你们兰金树族 负责所有主城 成为一个中立种族 但是 这样一来 如果我们扶持你成皇 对日臣帝国还有什么好处呢 你这中立地位 肯定是要对天与帝国一视同仁的唐三道 我们兰金树族毕竟还是植物系 中立这种事 总还是有倾向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 天与帝国与我们日臣帝国 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抽其生命本源 回归日臣 也不是做不到的 而到了那时候 如果是在多年之后 我族的千姨将动摇起本源 天阳天金黄眼睛一亮 你这性子我喜欢 未雨绸缪 布局于千年之后 很好 你这中立我认可了 但想要让天与帝国那边认可 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907章天阳认可 唐三微微一笑 道 您都说了是千年布局 信任是需要时间和真正接触的 我们既然都已经抱着千年为他们服务的念头 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呢 他们不接受也好啊 我们日臣帝国这边就能分布更多的我族强者 到时候 在大陆的西方 我族强者一起吸收生命能量 大陆是连在一起的 天与帝国 日臣帝国都是妖精大陆的一部分 一旦我们这边全力以赴地吸收生命能量 他们那边却没有平衡之力 到时候 整个天与帝国的生命能量 就会向我们日臣帝国倾斜 只要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双方的实力对比就会出现变化 岂不是更好吗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啊 想得还真是周到的天阳天金黄 突然仰头大笑起来 唐三依旧沉稳地站在他身边 天阳天金黄笑声收歇 点了点头 道 我这里 对你是支持的 到时候 你可以尽管提出你的想法就是 不过 我还有一件事 恐怕需要你帮助 您请说 力所能及之下 我一定全力以赴唐三恭敬地说道 他明白 天阳天金黄已经基本上被自己说服了 天阳天金黄道 我需要一些数族的本源 我是说 他的根本本源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可否为我取来 唐三愣了一下 心中瞬间想到的就是 他需要数族本源做什么 为什么会需要 数族本源 自然也就是未免的生命本源 乃是整个法兰心上最为核心的生命之力 只是为了延长生命嘛 免下 我目前还没有能力抽出数族的本源生命核心能量 唐三有些为难地说道 天阳天金黄白白手 道 不是现在 等你成黄之后 你成黄了 自然就能操控数族的力量 毕竟 你是他的直系血脉 数族曾经的力量比你想象中还要强大 抽取一些本源也不会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 唐三毫不犹豫地道 如果我能成黄 一定帮您做到他心中想的确实 如果我能成就黄者 那么 你们现在这些黄者还能要求我做什么呢 到时候 应该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同时 唐三心中也意识到 天阳天金黄的身体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难道说 他是受伤了 可他这样层次的存在 谁能让他受伤呢 这方面还真要推演一下 很重要 天阳天金黄点了点头 道 好 那就这样 你去吧 回去调整状态 先进行黄天柱洗礼 然后准备你的数值 放心吧 你的数值 不会有问题 这位的保证和之前的猜测 又是两码事了 天阳天金黄 在日臣帝国这边的地位 就相当于 以前水晶大妖皇 在天与帝国一样 有了他的认可 唐三的数值 自然是在容易不过 剑木城是属于日臣帝国的 只要日臣帝国这边的天金黄们 同意就可以了 七大天金黄 现在只剩下六位 天阳 地阴是一体 这两位最强者的认可 那几乎就是最终认可了 从天阳天金黄的住处出来 唐三才发现 自己的背后有些发凉 刚刚在天阳天金黄 点出他并不是真正静秒龄的时候 他是真的有些紧张的 当时他甚至都已经 做好了动手的准备了 但这里是祖庭议会山 如果在这里动手的话 唐三就算是全力以赴 都没有把握能够逃离 但后面他就发现 天阳天金黄虽然知道 他并不是真正的静秒龄 但却认为 他是被宿主认可的 另一名直系族人 只是用了静秒龄的名字 对于天阳天金黄来说 蓝金术族的族长 是谁并不重要 但这个族长要听话 要按照他的思路去走 能在未来替他 引导术族的本源能量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 天阳天金黄 最后提出的那个条件 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 因此 唐三必须要做的 就是答应那个条件 而让蓝金术族中立 并且为所有主成所用 这是他让天阳天金黄 惊讶的地方 很明显 天阳天金黄心中 是高看了他一眼的 这从后面态度上的一些转变 就能看得出来 能够获得这位的认可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对唐三来说 他最重要的一步 已经跨过去了 接下来可能就是在面对 天狐大妖皇的时候 是否能够瞒过这位的 命运之眼注视 只要过了祖庭这一关 那自己这个身份 就算是彻底的稳固了 回到住处 唐三又梳理了一下 自己的思路 晶晶 你对天阳天金黄怎么看 刚刚他的话 你也都听到了 你觉得他为什么需要 术祖的核心本源 生命能量呢 唐三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 还是决定询问一下 这位曾经的水晶大妖皇 他与天阳天金黄 曾经分别是 两大帝国的最强者 对这位应该很熟悉才对 他的身体有问题呗 其实我一直都有所猜测 他之所以不怎么出来管事 不是他没这个想法 而是力所不及 晶晶说道 在祖庭之中 他就不会轻易显身出来 而是通过唐三的神识 与他进行交流 力所不及 你是说 他的身体有问题 唐三惊讶地说道 晶晶道 我也只是怀疑 从来都没有证实过 但我当初就一直在 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修炼百年的便衣 烈阳花 或者说是天阳花 就直接能吞噬一名皇者吗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这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他这吞噬得很彻底吗 皇者的神识是非常强大的 譬如我 在我的生命 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 还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转移神识 让自己转世重生 虽然修位降低 但我整个的记忆还在 相当于是重活一世 而曾经的烈阳天金皇 实力也不弱 虽然不是现在 天阳天金皇这样的首位 但前三还是有的 就那么被吞噬了 所以 我怀疑他的神识 一直有问题 一直没有完全消化的 烈阳天金皇 他想要让你帮他 弄到数祖的本源生命能量 很可能是要 集住这份庞大的生命力 来彻底完成融合 如果成功的话 他就能变得更加强大 达到甚至超过 我曾经的层次 听他这么一说 唐三对他的这个设想 还是十分认可的 这也对天阳天金皇的要求 最好的解答 果然了解一个人 最清楚的还是他的对手啊 晶晶 那天阳天金皇 现在的实力 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刚才我都无法感觉清楚 他现在所处的境界 唐三继续问道 他现在的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以前曾经和他交过手 他加上的因 我也赢不了 我尝试过复制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很特殊 那真的是如同太阳一般 我就算复制 也只能复制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我做不到他那种赤裂 能够毁灭一切的赤裂 这一点他要比的阴天金皇强大得多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他 天阳这个家伙 很危险 我之所以说 他很可能没有完全吞噬烈阳天金皇 是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感觉到 他的力量不稳定 那次甚至让我有种承受死亡威胁的感觉 他就像是一个不稳定的巨大能量团 当时都有要爆炸的可能 所以 从那以后 我就再没和他交过手了 他也确实是很少出面 这次亲自见你 显然是因为宿祖复苏 宿祖本身意志没有复苏的情况下 谁也不可能 从宿祖本体上抽出生命本源 那将会面对的是来自于 未面的排斥和压制 但你的出现 宿祖的复苏 让他看到了机会 如果你能够成就皇者 又是宿祖直系血脉 那就真的有可能引导出宿祖的本源之力 这是他最为需要的第908章加速 唐三微微汗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对于天阳天金皇来说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存在了 这次宿祖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晶晶问道 和他相比 你才更让我看不透 你总是能做出一些 让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等你做了之后 我又会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 能够利益最大化 爸爸 我现在可崇拜你了 唐三不仅有些无奈 我也是担惊劫律啊 实力不足 就只能靠头脑来凑了 我的目的很简单 让蓝金数族则被苍生 让整个妖精大陆的生命能量更加凝聚 我也不怕让你知道 对于任何存在来说 都有脾气态来这一说 由于天狐大妖皇一直以来都在为妖精大陆凝聚气运 让厄运降临在其他地方 让妖精大陆气运鼎胜 这对妖精大陆来说 并不是绝对的好事 确实 现在妖精大陆很强 几乎集中了这个卫面所有皇者 但长此以往下去 整个星球气运的不平衡 必定会招来反噬 在我杜劫的时候 我就能感觉到卫面之主对于妖精大陆的厌恶 而我当时给予卫面的那些幸运种子 其实对妖精大陆来说是好事 我明白了惊惊师生道 你太阴险了 你这是要为妖精大陆加速吗 唐三微微一笑 道 你很聪明 气运凝聚到极致 再把卫面的生命本源凝聚到极致 妖怪族和精怪族太强大了 当我未来实力恢复的时候 也不能留在这里 那么 就只能是让他们自我毁灭 惊惊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在前往蓝金数族之前就想到这些的 还是才刚刚想到的 唐三道 之前一直也有想法 在不断的探寻中完善 寻找更适合的途径 惊惊深吸口气 道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或许 你就是未面之主 特意找来对付妖精大陆的存在吧 特意让你转身在这里 唐三摇摇头 道 未面之主还做不到 他和曾经的我 还不在一个层次上 真正能够引导这么做的 是宇宙的法则 真正恐怖的 也是宇宙法则才对 精精道 好吧 幸好我没有真正的族人 否则的话 我是真的要后悔和你在一起了 唐三微微一笑 道 我是人类 我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在为人类注想 妖怪族和精怪族 也不会因为我的行为而被毁灭 我只是希望帮助这个未面变得平衡 同时也给予这个未面的人类 有崛起的机会 相信我 人类的得天独厚 也同样是宇宙法则决定的 人类虽然有诸多劣根 但人类的创造性 却是任何其他种族所无法逼你 哪怕是你们龙族都不行 哎 好了 爸爸 那我就继续睡觉了 等你面对黄天柱的时候 再唤醒我 我已经上了你这条贼船 反正无论你要做什么 我都只能支持你了 你不会后悔的 我会带你见证更多的奇迹 蓝金数族的到来 在祖庭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至少唐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在到来的这三天 他和蓝金数族的长老们 一直都留在祖庭议会山之中 在他没有完成数值之前 是不允许离开议会山的 唐三见过一次长老们 他们都被安排得很好 好吃好喝的 不得不说蓝金数族生命气息的强大 这么多位王者以上层次的长老 租进议会山 让整个祖庭议会山内部的生命能量 在短短三天时间内 都提升了一个层次 三天时间到 接下来 唐三将要面对的 就是黄天柱的洗礼了 有关于黄天柱 唐三听美公子详细讲述过整个过程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期待的 那可是历代皇者留存下来的力量 在接受洗礼的前一天 他就已经被通知了具体时间 洗漱完毕 吃过早饭 唐三就在房间中等待着了 时间不长 外面传来敲门声 唐三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上前开门 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 住时时吓了一跳 站在门外的 是一名身穿白色长袍的男子 不是那位列阳花金王 而是三天前 他刚刚见过的那位 日臣帝国最强者 天生天阳天阳天金黄 缅夏 您怎么亲自来了 唐三惊讶地看住面前的天阳天金黄 看住他一脸惊讶的样子 天阳天金黄微笑道 我最近也没什么事情 而且 我也想看看 你在皇天柱洗礼的时候 能够获得些什么 今天就由我来为你主持洗礼的仪式 走吧 我带你过去 怎能劳烦您啊 唐三表面上一脸的感激之色 天阳天金黄只是笑笑 转身走在前面带路 唐三赶忙跟上 落后他半个身位 天阳天金黄一边走一边微笑着说道 你们蓝金数族虽然也曾经出过皇者 但那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而且留存下来的皇天柱十分弱小 当时那位皇者 应该是完全借助了数族的本源之力 才勉强成皇的 数族对他的认可可能还不如你 毕竟他当时都做不到借助数族的力量来战斗 所以我估计你从他身上得不到什么太多的东西 如果可能的话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神识与其他皇天柱尝试沟通 尤其是那些比较强大的皇天柱 你是生命属性 也是一切生物的本源属性 不必局限于你们本族的皇天柱 是 天阳天金黄这番话倒是和之前金金说的十分相似 很显然 蓝金数族是真的弱小啊 就算是曾经的皇者 也同样是不太被看得起的 天阳天金黄继续道 那天和你谈过之后 我仔细思考了你所说的中立之法 越想越是觉得十分不错 你要好好地完善你的想法 之后在你数值完成了 我会提亲祖庭 大家来共同讨论 到时候 你将会面对所有皇者的询问 做好准备 好的 谢谢缅下的支持 笨 你也是为了你们蓝金数族的未来助想 这确实是个办法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好事 也适合你们蓝金数族的特性 咱们这边 我会与其他天金黄提前做好沟通 是在天阳天金黄的带领下 唐三跟随者他一直走出了一回山 那天他和蓝金数族的长老们 在进入议会山的时候 是从侧面的门进入的 而今天 天阳天金黄带着他 也是从侧门而出 议会山周围十分安静 普通民众是不允许靠近这里的 今天你需要从正面登山 走进议会大厅 皇天柱就在那里 这个过程都要依靠你自己 天阳天金黄 面对议会山正面的阶梯说道 议会山很高 封顶已经入云 并不能从下面看到 山体正面有十阶 可以一直向上攀登 有点像攀登皇者宫殿所在的山峰 入口在议会山的半山腰位置 从下方能够看到 那里是有守卫守护柱的 第909章祖庭议会皇天柱 祖庭亲卫都是由皇者种族甄选而出 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唐三还记得美公子告诉过他 他当初攀登的时候 负责迎接他的是天与帝国凤凰位 出自于不死大妖皇一脉 而唐三这次的待遇 就不知道要比他高了多少 既是天阳天金皇亲自送他 这绝对是最高规格了 在通往山上的十阶两侧 有祖庭亲卫守护 当他们看到唐三和天阳天金皇 到来的时候 立刻单膝跪倒 恭敬行礼 这份礼数显然是给天阳天金皇的 唐三甚至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惊诧 对于自己今天前来这些祖庭亲卫 肯定是被通知过的 但他们一定不知道会是天阳天金皇 亲自送自己前来 登上十阶 唐三脚下略微停顿了一下 他立刻就感觉到 一股无形的压力已经出现在他身上 这股压力并不是由上而下来的 而是在脚下出现 就像是在那十阶之下有着一股无形犀利 正在吸扯住他的身体 重力压制 唐三只是略做停顿 就不动声色地继续向上走去 他的步伐十分平缓 但却非常稳定 哪怕每一级十阶传来的犀利都在不断变大 但他前行的步速却是一样的 重力吗 这是重力的增强 从美公子给他的讲述中 对于这一点 唐三早就知道 天阳天金皇 就跟在唐三身边 就像是两名好友在一同登山似的 但唐三知道 这位皇者也一直在观察着自己的应对 脚下的重力变化十分明显 甚至不只是吸力在增强 偶尔甚至还会突然有吸力消失的情况出现 这就需要及时应变 而唐三在整个攀登的过程中 却始终都保持着自如的行径 似乎脚下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完全被隔绝在了他身体之外似的 唐三自然不可能像当初美公子那样 使用孔雀妖族阵族神迹斗转心仪 当住天阳天金皇的面 他能使用的就只有蓝金数族的能力 浓郁的生命能量守护自身 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生命强度 从而悄无声息地化解重力对自己的影响 生命能量通过外溢或者收敛来对抗重力变化 此时任由脚下的重力如何变化 唐三的生命能量都会对应变化 自然而然地去卸掉脚下传来的力量 但是这稳定的步伐 就让一旁的天阳天金皇面露满意之色 对于自身能力的控制 本来不是蓝金数族所擅长的 他亲自前来固然是兴之所致 但同时也是想要看看 这个蓝金数族的新任组长 是否真的有资格让自己支持成皇 唐三能够感觉到 当自己来到接近半山妖异会山正门入口的时候 脚下的重力甚至已经提升到了正常情况的十倍 这可不是普通的十倍 而是针对妖王 金王级强者的 其中重力更是变幻莫测 天阳天金皇一直用神识观察着唐三 唐三向外输出的生命能量忽强忽弱 不断跟随着重力的变化而变化 但却没有一点浪费 输出的生命能量总会被他再吸收回去 背后的八根蓝色尖刺始终保持住稳定状态 身上的生命气息更是源源不绝浩瀚伯大 和他走在一起 空气庞扶都变得清晰了似的 终于 唐三登上最后一级台阶 所有的重力也随着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唐三就像是庞若无视一般 平静地站在那里 看住面前高达百米的巨大石门 眼眸之中流露着几分灼热之色 在唐三面前是两扇巨大的石门 抬头看向那石门 石门上有着许多雕刻 左侧石门上雕刻住各种动物形态 毫无疑问都是妖怪族的样子 只是简单地一眼望去 就能发现 这都是一级血脉的妖怪族雕像 也就是说 只有出过皇者的种族 才有资格将雕像出现在这里 右侧石门上 自然就都是金怪族的浮雕了 最中央的一个浮雕 赫然是日月真灰 那是代表着天阳天金黄 和地阴天金黄的存在 两扇巨大的石门之上 隐约有着一股无形的压迫力 让站在他们面前的唐三 感受到一股犹如泰山压顶一般的 神石压迫 唐三双眸闭合 顿时 在他的神石感知之中 似乎有无数强大的存在 在发出抑郁 这些抑郁都能或多或少地 牵引他的神石 让他的神石出现不同的波动 这些神石 对唐三当然无法产生任何影响 但他还是让自己流露出 诗神的样子 他本身拥有神奇之味 这些普通神石 对他是造不成冲击的 但身边有天阳天金黄在 他就必须要摆摆样子 不能被其发现端倪 不过 唐三也很快回过神来 他悄然引动数族烙印 让自己身上的生命气息 变得越发的浓郁和强盛起来 升腾着的生命能量 明显达到了另一个层次 从而激发着他向外 释放出强大的神石 以神石作为护照 笼罩自身 嗯 你的基础十分扎实 不错 身边传来天阳天金黄的声音 下一瞬 唐三面前巨大的石门 已经徐徐开启 露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 石门内的光线十分明亮 唐三首先看到的 就是石门深处 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 那金色光柱是从天而降的 那是一道真正的金色光柱 那光柱接天连地 足有千米高 巨大无比 正是它将整个一回山内部照亮 石门之内 两侧是一根根巨柱 每一根巨柱上 都雕刻住一种生物 每一个巨柱 又都彭腐像是活着一般 散发着不同的气息 这些巨柱高矮不一 但最矮的也有上百米 散发着不同的气息 巨柱一直向里面延伸 而最内侧正中 就是那接天连地的 巨大金色光柱 毫无疑问 这些巨柱就是 祖庭议会山内的标志 黄天柱 在那金色光柱之中 拥有的是浩瀚的能量 无边无际 唐三隐约感觉到 祖庭之所以是 整个妖境大陆的核心 都与这根巨大的金色光柱有关 这里就是妖境大陆的 最高权力机构所在 是妖怪族 金怪族诸位皇者 义士的地方 这里甚至决定住 整个妖境大陆的命运 背后的石门 在低沉的龙龙声中 徐徐关闭 唐三能感觉到 这里与外界的不同 这庞腐本身就是 另一个世界 进入这个世界之后 他的血脉烙印开始沸腾 精气神自然而然地 就提升到了最佳状态 当初美公子告诉他 自己的神石 也在和血脉一起沸腾 而唐三身上 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他的神石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这是一个能让妖怪族 和金怪族升华 和血脉沸腾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奇妙 不只是气韵眷顾那么简单 隐约这种 还有些分裂般的感觉 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力量 都聚集在这里 有些是相辅相成的 有些则是相互对立的 再联想到祖庭内部 那复杂的能量波动 不同属性元素之间的混合状态 或许就是和这里的状况有关吧 唐三明白 这应该是众多黄天柱 聚集在这里的原因 第910章水晶黄天柱 唐三一步步向前走 每经过两根巨柱的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高度越高的巨柱 带来的压迫力 也就越发的明显 低一些的则好一些 高度越高 自然对应代表的黄者 当初的实力越强 最矮的巨柱 似乎只有百余米而已 最高的巨柱却足有接近600米的恐怖高度 黄天柱的建造是根据年代而来的 出现越早的黄者 对应的黄天柱就越是靠近祖先柱 天阳天金黄的声音传来 将唐三从对黄天柱的改制之中 清醒过来 唐三点了点头 从这数量众多的黄天柱 他感受到的是祖庭的底蕴 或者说是整个妖精大陆的底蕴 每一根黄天柱之中 都蕴含着深邃的神石气息 可以说这里的一切才是妖精大陆真正的根本 正是因为有这一代又一代的黄者坐镇 才能让妖精大陆如此稳定地占据整个未免的统治地位 天阳天金黄带着唐三一直走到最前方 不要操之过急 你可以先观察一下 在这里 越高的黄天柱所代表的黄者曾经的实力就越是强大 如果其对你认可 那么你就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好处 如果你能做到让多根黄天柱对你召唤 那么选择的时候也要有这方面的倾向 还有就是与你自身的属性要尽可能地契合 接受黄天柱的洗礼 对于每一位城主来说都是一次大纪元 这绝不是过场 明白吗 等你从感应之中出来 就是你正式接受数值的时候了 谢谢勉下提醒唐三向天阳天金黄攻身致意 天阳天金黄微微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准备开始吧 放心 我会一直在这里感应住你的变化 大胆去做 如果真的有什么危险出现 我会及时制止的 他的话虽然说得很平静 但却充分显现出了对自己绝对的强大行星 唐三站在原地 目光从众多黄天柱扫过 那一根根黄天柱代表着的气息各有不同 本身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 最多的就是上面的不同雕刻 这代表着曾经黄者的种族 越高的黄天柱自然是越醒目的 不只是因为高度 还有他们所散发出的气息 也要比其他黄天柱更加强盛 唐三几乎是一眼就看到了水晶大妖黄 留在祖庭之中的黄天柱了 这根黄天柱比之耸立 在众多的黄天柱之中 可以说是鹤立鸡群 几乎没有黄天柱的高度能够与之相比 可见水晶大妖黄的修味有多么强悍了 接近差不多600米的高度 需要抬头仰望 在这千米高的洞窟内 600米高的黄天柱 已经如同晴天玉珠般震撼 有些黄天柱的高度 只有一百多米 和它在一起 简直有种无法查看的感觉 水晶黄天柱上 也有着醒目的雕刻 那是一条栩栩如生的巨龙 与整根黄天柱一样 都如同水晶雕筑而成的一般 上面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水晶黄天柱不只是祖庭议会中最高的一个 同时也是最漂亮的一个 那静音剔透的感觉 让人在凝视它的时候 有些目眩神秘 内蕴的神势波动 似乎在不断的变换中 非常的奇异 唐三在注视着它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水晶烙印开始发热 隐约之间 开始对那水晶黄天柱有所感应 不过晶晶的声音并没有出现 或许是怕身边的天阳天金黄发现的缘故 明神内视自身 唐三很快就发现 在自己体内 不只是水晶变烙印在发热 其他血脉烙印也在各自有所反应 他现在所拥有的十大血脉烙印之中 几乎每一种都是一级 或者是至少接近一级的血脉 更有他所独创的超级血脉存在 而所有的超级血脉 也是由一级血脉凝聚而来 在这里 与他血脉接近的黄天柱 几乎都是存在的 所以 他体内的血脉烙印 也是各自有所感应 一时之间 唐三甚至同时听到了 数十个呼唤自己的神势波动 之所以是数十个 那是因为很多强大种族 曾经诞生过的黄者 不只是一位啊 天狐族 不死火凤族 这些强大的种族 几乎都是每一代 都有黄者存在 甚至唐三还感应到一根 只有150米左右的黄天柱上 散发出的是风龙的气息 也同样在对自己呼唤住 它的蓬龙变之中 就是融合了风龙血脉的 原来风龙一族 也曾经出过黄者 当下 唐三迅速在原地坐了下来 凝神内守 同时自己的神石气息外放 去感应这些黄天柱的变化 他接受黄天柱的洗礼 和当初美公子接受 肯定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见识是美公子无法相比 天阳天金皇刚才说了 接受黄天柱洗礼 对任何一位城主来说 都是极大的机缘 而对于唐三来说 不只是要把握这样的机缘 更是要在妖怪族和金怪族的根本重地 更加深刻地体会 这两族的历史与积淀 从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神石释放 唐三顿时对那些黄天柱的感应 越发地强烈了 而那一根根黄天柱 对他的呼唤也变得强烈起来 从而刺激的唐三体内的血脉烙印 都变得灼热起来 唐三心中一惊 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将宿主的烙印释放 从自身释放出浓郁的生命能量 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 同时混沌蓝银黄也是释放混沌气息 与宿主的力量彼此相合 让这生命能量就变得越发地高层次起来 天阳天金黄本来就站在他身边 当唐三开始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盘膝坐下的时候 他已经准备离开了 守护和监督唐三接受洗礼 并不需要一直在这里 只要留下一道神石来监控就足够了 但是就在天阳天金黄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突然惊讶地发现 唐三身上迸发出的生命气息层次 竟是如此之高 有着混沌之气之时的宿主烙印 几乎是瞬间就迸发出了 强烈无比的生命能量 对于唐三来说是用来掩盖 而对于天阳天金黄来说 感应到的可就不一样了 这种纯粹而高层次的生命气息 甚至都让他有种自己的生命层次 随之获益的感受 虽然天阳天金黄也知道 唐三本身接受了数祖的传承 有着数祖光辉的照耀 但亲自感受到 他全力释放自身气息却是第一次 比他原本想象中的生命气息 还要强大得多 无论蓝金数祖多么不擅长战斗 但是这种层次的生命能量 就已经是非同凡响了 可以说 这种层次的生命能量 如果一直帮助自己修炼的话 都已经达到巅峰 很难再有所进步的天阳天金黄来说 都有白齿干头更进一步的可能 这个小家伙 还真是不错呢 天阳天金黄嘴角处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还只是大金王就已经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一旦他能成黄 那么 他对于生命能量的掌控必将更加强大 难怪数祖会复苏 估计和他这天赋卓绝也有着很大关系 蓝金数祖这是出了一位忠心之主啊 第911章点亮黄天柱 未来 就算自己不去剥夺数祖的生命核心力量 仅仅是把这个小家伙留在自己身边 让他以黄者层次的蓝金数祖生命能量辅助自己 对自己的帮助也将是巨大的 想到这里 天阳天金黄看住唐三的眼神 顿时变得更加柔和了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让他看重的存在已经很少了 无疑 唐三就是其中之一 甚至还要超过烈阳花金族那些后辈 只有天阳天金黄自己才清楚 自己对于烈阳花金族并没有多少归属感 当初 如果不是自己吞噬了当时的烈阳天金黄 那么 就是自己成为他的养分了 虽然是在烈阳花金族祖地生长了十年 但在那十年中 从未有谁重视过他 甚至为他的成长想过办法 他只是在一个角落中 默默地吸收着人家的残余能量 就那么一点点的自行成长 对于天阳天金黄来说 此时散发出那高层次生命能量的唐三 已经上升到了资源的地步 还不是普通的资源 是这个位面上最位顶级的资源 天阳天金黄也曾经造访过剑木城 但他完全可以肯定的是 哪怕是当初从宿祖身上 自己也没有感应过这种层次的生命能量存在 当然 现在术祖说是复苏了 估计会有所不同 但估计也就是这种境界了 这是天阳天金黄对于未面的判断 所以 说面前这个年轻人是小术祖也没什么错 难怪他有信心推动蓝金术祖进行改革 要成为各大种族的生命核心呢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啊 天阳天金黄没有离开 而是在唐三身后坐了下来 此时唐三身上散发出的这种生命能量 对他都有滋润效果 那就没必要返回自己的住处了 在这里一边为他守护 一边从他身上获取一些生命能量 也是不错的选择 他并不是要从唐三身上吸收生命能量 以唐三现在十一阶大金王层次的修位来说 生命能量层次再高 对于天阳天金黄这种威额的存在 也不会有太大作用 需要等他成黄之后 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天阳天金黄要做的是感受那个生命层次 这种高层次的生命气息是不可多得的 从中感悟 就有可能让他对生命的领悟更加深刻 对他提升自身生命层次会有帮助 正在天阳天金黄准备冥想 并且深刻感受的时候 突然间他愣了一下 因为就在这一刻 他发现整个祖庭议会内都变得明亮了起来 这种光线的变化是最为直接的 在下一瞬 天阳天金黄的眼睛都不禁睁大了几分 以他那强大的阅历 在这一刻 眼中也不禁流露出了震惊之色 祖庭议会为什么会突然变得明亮了 那是因为 在祖庭议会的数百根黄天柱之中 几乎有接近三分之一的黄天柱光芒闪耀 迸发着充满生命气息的神势波动 一时之间 整个祖庭议会内不只是光芒大方 更是神势波动剧烈增强 让这千米高的广阔空间 彭扶都变得活了过来似的 天阳天金黄来过这里不知道多少次了 更是这里最强大的掌控者之一 可如此奇异的景象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哪怕是当初他在城隍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多黄天柱出现过这样的感应啊 而此时此刻 那接近三分之一的黄天柱 竟然就为了自己身前的这个年轻人而点亮 更让他惊诧莫名的是 有反应的黄天柱可不都是金怪族的 连很多大妖黄的黄天柱竟然都有反应 这就实在是太让他吃惊了 正常情况下 一般来说 只有同种血脉的黄天柱 会对前来树植的城主产生反应 从而产生呼唤 而城主选择的 都是自己这一脉最强大的那根黄天柱 接受其洗礼 从中获得收益 也不是没有多根黄天柱产生反应的 一些天赋特别好 而且属性比较大众化的城主 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譬如说 不死火凤一脉的族长前来的时候 产生反应的就有不死火凤一脉 历代的大妖黄 同时还有梧桐天金黄一脉的黄天柱 凤漆梧 属性相合 当然 不死火凤一脉的族长选择的时候 肯定还是选择本族的黄天柱 但像唐三眼前这样 一下唤醒了 接近三分之一黄天柱的情况 却是前所未有的 哪怕是在祖庭的历史上 都没有出现过啊 天阳天金黄震惊地看住眼前 这绝对是历史时刻的一幕 就连嘴都微微张开 脸上流露住震撼之色 而在他身前的唐三 此时心中却是暗暗叫苦 他也不想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 这不引起怀疑都怪了 所以 在刚刚开始冥想的时候 他就准备直接选择水晶 大妖黄的水晶黄天柱进行洗礼了 可问题就出在 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血脉烙印 先释放了树祖的气息 并且用混沌蓝银黄来支撑树祖烙印 这是必须要做的 否则天阳天金黄强大的神石扫过来 很可能会发现他身上多种的血脉烙印 这样一来 就耽误了他用神石去感染水晶黄天柱 从而进行洗礼的速度 他释放出的生命气息 不只是刺激到了天阳天金黄 对于祖庭议会中的这些黄天柱 也有一些影响 生命能量让这些黄天柱的活性 都变得强了几分 同时也就在第一时间 感受到了唐三体内的血脉烙印 灵溪天眼烙印 直接就唤醒了天狐族 历代天狐大妖黄的黄天柱 所以天狐族黄天柱点亮 不仅如此 还有那独一无二的七色鹿大妖 黄黄天柱也亮了 灵溪路妖一脉的强大血脉 直接就迸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七色鹿大妖黄乃是元素的掌控者 竟然也对唐三的灵溪天眼烙印 产生了强烈的反应 金萌变血脉烙印 这可是超级血脉 比萌巨兽与黄金萌马两大血脉的融合 融合之后的超级血脉 并不是弱化了两种血脉的单独气息 反而是大幅度的增强了 所以 无论是比萌巨兽一脉 还是黄金萌马一脉的黄天柱 在感受到唐三身上的血脉烙印时 都亢奋了 这两类的黄天柱自然也是光芒大方 向唐三发起了亲戚的呼唤 孔雀变 不死火蜂变 蓬龙变 时光变 这一个个血脉烙印 让妖怪族的黄天柱 有很多都出现了反应 而金怪族天金黄流下的黄天柱 反应就更加强烈了 树族的生命气息何等强大 蓝金树族那几根矮小的黄天柱 第一时间就迸发出了璀璨的蓝金色光彩 而混沌蓝银黄 虽然只是内蕴支撑树族的烙印 但那一丝混沌之气还是勾起了大量的植物类黄天柱反应 唐三甚至都怀疑 这些黄天柱中留存的神石 是不是会认为借助混沌之气和庞大的生命能量 可以把自己复活啊 所以就出现了近三分之一 黄天柱都产生了反应的盛况 唐三自己也在承受着数十道神石气息的召唤 而且一个比一个强烈 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就不是选择水晶黄天柱的问题了 自己引起了这么大的异象 不只是天阳天金黄会震惊 恐怕也会惊动阻停其他黄者 第912章五光十色一回山 心念电转之下 唐三立刻就做出了决断 没有收敛自身的气息 在他已经感受到自己身后天阳天金黄神石扫射过来的时候 瞬间点亮了自己的混沌蓝银黄血脉烙印 混沌之气在阴阳二气的支持下 骤然大方 从外表看 唐三身上瞬间爆发出了璀璨的蓝金色光彩 自身的生命能量宛如井喷一般向外奔涌而出 在那一瞬间 他所迸发出的生命能量 甚至可以和之前数祖光辉 帮他灭杀金刚天金黄的时候相比 身在唐三身后 距离他最近的天阳天金黄 只觉得一股无与伦比的庞大生命能量 冲击向自己的身体和神石 他的神石正好在扫尸唐三 立刻就感觉到整个神石都变得晕陶陶的 但又说不出的舒服 神石被这种奇特而又庞大的生命能量刺激了一下 居然有种浸泡在温泉之中 而且还略微有所提升的感觉 能够连神石都提升的生命能量 天阳天金黄几乎是瞬间双目睁大 眼眸之中不可避免地迸射出了强烈的光芒 意识之间他甚至都有些失态 脸上更是升起一抹红韵 面旁更是变得虚幻了几分 面部轮廓在那一刹那出现了些许的变化 而也就在这一瞬 低沉的嗡鸣声响彻整个祖庭议会内部 在场所有的黄天柱几乎在瞬间全部点亮 是的 全部 没有一根遗漏的全部 整个议会内部瞬间变成了一个瑰丽无比的世界 每一根黄天柱都绽放着强烈无比的光芒 浓烈的神势波动更是让议会内部神势纵横 连议会山的山体都开始轻微地颤抖起来 从外界来看 议会山突然变得明亮了 五光十色的光芒 让这座位于祖庭中心的巨大山峰绽放出彩色光韵 就像弑神机降临一般无比震撼 那庞大的神石向外扩张 祖庭之中的所有妖怪族 精怪族民众们瞬间就如同触电了一般朝着异会山的方向看去 一个个顶礼膜拜 心中满是崇敬之色 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自己的血脉烙印 受到了刺激 一道道身影迅速地出现在了祖庭议会内部 带着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赫然是留在祖庭之中的皇者们 此时此刻 无论是大妖黄还是天金黄 脸上无不流露出震撼之色 他们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那全身迸发着蓝金色光彩的唐三 此时唐三背后的八根尖刺都呈现出通透的光泽 自身仅喷一般的高层次生命能量 也让这些刚刚抵达的皇者们 一个个都感受到了自身受到的滋润 意识之间震撼得无以附加 当他们之中有人尝试接近过去的时候 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阻挡在外 他们这才发现唐三身后的天阳天金黄 蓝金色光芒也就在这一刻开始收敛 犹如退朝一般迅速退去 而异会内部的所有皇天柱却依旧点亮住 散发出的召唤气息甚至都带着急切的味道 唐三依旧盘息坐在原地 身上的生命气息也依旧强大 但和之前爆发那一瞬间相比却是差得远了 那浩然博大的生命能量层次使如此至高 让在场几乎所有皇者脸上除了震撼之外 都不可抑制地流露出了贪婪之色 这样层次的生命能量如果被吞噬 先不说能否让自己的修为提升 恐怕寿命直接就会提高千年吧 天阳天金黄此时的脸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本以为自己对唐三已经是足够重视了 但现在看来自己的重视程度还是有些不够啊 如果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自己就应该做好更多的准备 而现在将其他皇者都引来了 那就有些麻烦了 天阳面下 这是怎么回事 不死大妖皇身上迸发着暗红色的气息 目光灼灼地看向天阳天金黄 水晶大妖皇陨落之后 天与帝国这边战斗力最强大的就是这位了 他也是皇者之中少数能够或天阳天金黄平等对话的 天阳天金黄平静地道 靖了灵是蓝金数族新任组长 前来祖庭数职 正在接受皇天柱的洗礼 他是接受了数祖传承的 数祖复苏之后 应该是将自己的生命贸易赋予了这个年轻人 从而让他能够引动数祖的生命能量 不死大妖皇双眼微眯 道原来是他 就是他引动数祖的力量灭杀了金刚天金黄 果然是非同凡响 恭喜天阳面下 日臣帝国又出一位天才天阳天金黄淡然一笑 道说不上什么恭喜 他的天赋确实是不错 尤其是对生命能量的掌控 在我看来 是最有可能继承数祖当年一波 成为一位小数祖的 众位都已经感受过了他所散发的生命层次 未来他如果能够成皇 带来的好处不只是我们日臣帝国的 也是我们所有皇者不死大妖皇微微汗手 天阳天金黄之前感受到的生命升华 他自然也感受到了 蓝金数族不擅长战斗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虽然不像天狐族那样完全不能战斗 但也绝对是同层次的战武诈 但这生命能量的强度却是太让人眼红了 如果他成为皇者 未来在祖庭之中凝聚生命能量 对于现有的所有皇者来说 都可以说是严寿至宝 一时之间 众位皇者看住唐三的眼神中 贪婪都随之收敛了几分 妖怪族和金怪族之间 一直在暗中有所较量 最重要的就是比拼双方皇者的整体实力 在这一刻 无论是妖怪族还是金怪族 对于唐三成皇这件事 却都取得了共识 这确实是对两大种族都有好处的事情 天阳天经皇道 他还没有选择接受洗礼的皇天柱 还请诸位不要打搅在场众位皇者 各自收敛了自身气息 在各自的皇天柱之上 盘膝坐了下来 没有一个离去的 So 想都别想 万一待会儿 这个静秒灵再爆发一次 刚才那种层次的生命气息怎么办 那种生命气息 对他们这已经很难提升的修为境界 和神识都有酝氧效果 这可不是目前已知的 任何天才地宝所能比拟的 天阳天经皇也是无奈 而唐三却是暗暗地松了口气 外面的情况 他当然感受得到 而且也是他特意营造的情况 当他发现 有近三分之一的皇天柱 因为自己而点亮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麻烦了 而且他实际上也不可能进入那些 除了水晶皇天柱之外的皇天柱 接受洗礼 被那些皇者 发现了自己的人类身份怎么办 那可是神识进入 身体是不会真正进入的 自己的身体可以伪装 气息可以伪装 但神识是伪装不了的 他之所以不惜激发自己的混沌之气 让数族烙印爆发出 未面本源的生命能量 就是为了不引起怀疑 如果只是部分皇天柱 因为他而点亮 那么 事后天阳天经皇 一定会询问他为什么 尤其是 还有妖怪族的皇天柱 也被点亮了 这就明显有些不正常了 她也被点亮的 我想和那些认识